一碗羊肉汤配两个饼 这就是我们陕西正宗的水盆羊肉 肉特别多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了陕西 一定要尝一尝羊肉泡馍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了陕西蔚南 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水盆 那叫一个地道 那叫一个美啊 来到蔚南城城县好多天了 今天和朋友带上老婆 一起尝一尝当地的水盆 九富盛民的水盆羊肉 到地方了 普通是25元一份 优质是38元一份 优质就是比普通有更多的肉 上菜速度非常快 每个人是一碗汤 两个饼 四个人 一盆饼 一盆馍 这个水盆羊肉的吃法呢 是这个饼不用往这个汤里面泡 一个饼是用来夹这个咸菜和辣椒的 我们先用这个 辣椒打个底 再把这些小菜往里面一架 开吃了 饼特别的香 如果你光像我这样大口吃饼的话 肯定会有一点干 有点腌 这时候你就拿起勺子喝两口汤 汤特别的鲜美 而且特别轻大家看 搞两口羊肉 羊肉煮的非常的烂火 而且没有一点点的山味 特别香 里面已经加了一些小菜了 然后再加几片这个肉进去 成了肉夹馍了 也香 羊肉夹馍 是 有 怎么好吃怎么来 不错 开始第二个饼 我也搞一个羊肉小菜加饼 肉夹馍 我们这朋友都是第二个了 特别好吃 我都来吃两次了 这个水盆羊肉呢 不管是早上 而是中午 还是晚上 你来吃一次 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这个陕西人 也很喜欢吃泡沫 以前在其他地方也吃过 但是感觉未来当地的 要更中中一点 汤也喝完了 饼也吃干了 美哉哉 其法是第一次吃这个水盆羊肉 问一下它的感受怎么样 是的 我以前不爱吃羊肉 总觉得有股味道 今天吃的这家呢 汤也比较轻 然后它羊肉处理的也没味儿 反而还挺好吃的 总体来说非常不错 我感觉喜欢上吃水盆了 你这作为一个南方姑娘 吃一次就圈粉了 以后多带你来吃 好 说到蔚南呢 不仅水盆羊肉有名 还有盘桃也非常有名 看看这是我们的彩虹油盘桃 哇 太漂亮了 特别好吃 特别香甜 来蔚南发这个盘桃的这些天呢 每天我们都可以发个两三千件 这么一车呢 能装个1500件左右 每天都要发个两个整车 每天都要发个两个整车 接着 一些刚好 都没有这个 好 assessment 感谢观看